凤林警分局辖区族群多元 原警们也善用主语宣传加深民众手法的观念 万荣乡公所特别举办了112年度的原住民传统射箭及弹弓警标战 凤林警方就以流利的主语 向现场主人和青少年来进行犯罪预防 还有反诈骗及交通安全宣导 让主人可以清楚了解警察的明白 场内万荣乡年度原住民传统射箭及弹弓锦标赛达的火热 场外警察辈辈们也传说在群众中热烈宣导 右手边进来大门口右手边 手座区号还有15个名额 制作属于你自己弹弓 凤林警分局远警不单是法治观念的宣导 尤其还以流利的族语 向每一位族人宣导反诈骗 以及交通安全议题 并且也向在场青少年进行暑期青春专案犯罪预防 让族人及青年清楚明白 也获得部落一定是一个大拇指的肯定 这是最多的 那第三期呢 Kate Army Kate Army 还有条例 我可以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国家政府的条例 可以碰吗 不行 碰我之后呢 我怎么样 上 上瘾之后 然后呢 坐牢 凤林警分局辖区内族群多元 语言文化丰富多样 圆明语言警也善用足语宣导 搭配有奖侦达活动 让民众在欢乐中 加深对法治的认识 也强化相关预防犯罪及交通安全的观念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